再來看台東的在上午 為了要保留油菜花在過年期間也有興趣 所以特別補助 花黨公路旁邊九十公斤的農產 幾乎五千塊 萬國可以保留油菜花到齊時 民眾來到這裡不可以看花 還可以吃各種油菜花的料理 這油菜花就叫農民拿來拋肥 長輝是齊時立村 過過三天就是新家 在東觀在上廣公所為了要保留這麼的火海 今年特別補助在上八公廟附近九十公斤的農地 幾乎五千塊 到新家齊時才能香蕉補餚 給油客過年時去齊時可以看到油菜花海 當我們的火車經過的時候 油菜不用家裡農藥 油菜花就可以開到很厚 一般都會拿來拌勞煮 那才是炒牛肉 都吃得很清甜 這也吃得到在地人和油客 都整個吃吃 都是吃芥蘭炒牛肉 沒有吃過油菜炒牛肉 它期限很短 基本上在半個月至一個月內 就不會吃得到這一道 我們比較特別 在中午先吃得到的油菜花 在過年的期間去在上廣東上廣東上 香港所要再推出在實際上廣東上 有客的交給油菜回向在上回家 而且飄機最愛在上油菜回向 就可以去台北地油客中心換一份禮物 接下來總合佛道